街道上一名男子不停飆罵髒話 手拿目擊對紅衣女子追打 男子扯住女子頭髮從路邊打到路中央 用力從女子頭部身體打了好幾下 一旁路人健壯趕緊勸阻 女子無力反抗只能拚命保護頭部 整張臉被打到腫起來 鼻子嘴角血流不止 代表下來 男子幾乎失去理智 一旁多位民眾看不下去出聲制止 但又怕受波及趕緊報警 事發就在週三下午三點多 高雄大社區中山路上 一間卡拉OK店發生消費糾紛 打人男子指控老闆娘說消費200多元 但結帳時卻變1000多疑似覺得被坑 一氣直下拿起目擊痛歐老闆娘 這場男子被依法送辦囂張氣宴全無 只是為了800元就拿目擊攻來痛歐老闆娘 實在太離譜